作曲 李宗盛 我拿着天使旅行下 够笑得很妖然 就像从没受伤一样 我拿着天使旅行下 众生情与人发明 一段美的风光 我拿着天使 赵薇 有请 赵薇今天也是代表 获得内地年度金曲的歌手来领奖 马上我们要有请出的是 猛牛乳液常温液奶事业部的 市场总监柴虹女士为赵薇颁奖 有请柴女士 有请 赵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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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后奖感应 拔薇 今天也是第一位拿到我们全新奖杯的歌手 赵薇 赵薇 很漂亮 来,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 赵薇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呢,4月12日颁奖晚会之前的第一个拿到奖杯的,所以呢,应该是意义非凡的。 对,我们也恭喜赵薇,当然也非常希望赵薇能够出现在我们4月12号公体的颁奖晚会上。 好,猜给大家10秒钟的拍张时间啊,10,9, 8,7,6,5。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奖杯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4,3,2,1,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媒体们,谢谢赵薇。 非常感谢赵薇,谢谢。 好,再次恭喜赵薇了。 刚才揭晓的是我们本次的内地年度金曲。 没错,我们这个方式啊,非常的有意思,是不是? 赵薇,接接这里,接着走。 这样子啊,好特别。 好,赵薇先谈一下,这个,呃,这次, 现在获得我们的年度金曲啊,刚才拿到奖杯。 那个获奖的歌曲,《约十旅金香》, 是不是这一年都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呃,应该算是的。 我觉得这首歌做的,就是棒的。 呃,我自己本身其实并不特别喜欢。 相当的,非常通质的歌,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呃, 与众不特别多。 这次唱片也入围到我们的最佳内地唱片。 呃,你觉得这张专辑的成功之处是什么啊?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张唱片的成功之处啊, 还是在于整个制作的这个,呃,非常的好。 其实这张唱片的,呃,每一首歌非常混搭。 大家觉得很好, 其实我在里面尝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类型和唱法。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每一首歌都很像。 做了一张唱片,但是每一首歌都很不同。 但是呢,放在一起都很协调。 我觉得呢,需要一个音乐制作人有很深厚的音乐功底和对音乐的把握能力。 而且我们这次也很大胆用了很多新人跟很年轻的一些创作人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尝试。 而且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我们今天的揭晓这个年度金曲的方式也非常的可爱。 也非常特别。 让我们两个这样问问题也蛮好笑的。 我这个蛮好笑的。 我又不能太牛,我想嗯。 你就当我是野心人。 烧黄,双胎。 今天我们会用几位歌团新人串烧的方式来介绍这个奖项。 因为你刚才提到,你的制作班里有很多新人。 你来鼓励一下乐团新人吧。 我觉得音乐就是要不断的有新人 然后每个人不断的把自己的才华 对世界的理解然后拿出来 才能够不断的进步的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听一些新的歌手和新的音乐 我觉得有一些跟以往的不同的东西 我都觉得演技艺术 我希望有多一点的好的年轻的音乐人 能够有好的作品 也能够多多跟我合作 那张薇你认为自己现在歌台是一个什么位置 是有新人阶段还是已经是很好的前辈的 我是演艺界的歌手代表 但是你这次也入围了很多专业的奖项 就是包括今天去跟蔡依林一起来出席 你有没有听过她的一些音乐 听过的对我还要感谢一下Mega Radio 这次对我的肯定 刚才就是我们跟蔡依林聊的时候 她说她有看过你的节点和作品 但是印象其实是有关系的 然后她的这个音乐环境 没关系 我对她印象得非常深刻 就是她的那个跳舞还是 中心体操特别好 听说能够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而且非常的专业 然后这次都会好 有些音乐方面的M3导演也给她拍过 也跟我合作过 听到她都说 因为我跟她没有接触 就是她很能吃苦的 用功的一个人 那你会在下一道专辑也尝试一些新鲜的舞曲 我这个听听听音乐制作人的吧 我觉得舞曲这个东西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我也非常愿意去唱歌手 那你觉得你现在做歌手 到现在为止是个最大的 是什么变化的变化吗 呃 我觉得我就是做歌手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就是说是我在拍戏里面中还要录唱片 但是那很久以前的事情 其实挺不科学的 就是从早拍到晚 然后半夜进入音棚去录唱片 然后就为了赶那张唱片出来 再问一下 那几位姐姐闪闪什么啊 对对对 我是明星和歌手 就是大家大家开始还是会有些事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节目 我相信我是经历的最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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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实在是出唱片在那个 演员来说出的实在是很早的 而且也是那种并不是特别有准备就被推到了歌台上去 确实是我也是经历了很多那种麻烦啊 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怀疑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会 现在可能谁在出唱片 不管你是个演员还是你是个企业家 还是你是要做任何工作的人大家也不太很大就想过 因为你最越来越属于每一个人的内容 而且有很多人都会更熟 所以因为一个不再距离 每一个普通人那么高高高的 那么少年一般年你吃完什么 我马上就要去参加一个 我跟刘烨一起拍一个应该女人的试诗 那这次你都知道了 这次你都知道了 我猜一会是入围的那个对手 反正最佳一个专辑 对哪个比较有信心的 很期待 其实我我客观的说 我非常期待能拿最佳专辑 因为我觉得我在歌台上或者是我唱片 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我自己个人是很满意的 我很希望给我的团队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 包括第一次为我做一位总监的职权 包括整个team 我都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这样唱片 能够对自己的价值一个固定 所以我最期待的是 我可以拿最最最最最最佳东西 希望明镜 Radio给我 大家这些还不知道 不一样一个内定一个港台吗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在一起也不怕的没事 你也知道为07年和08年 好多娱乐圈的女明星都是结婚 然后做妈妈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吗 我也很 有点虚伪 我也很想 对 我这个是 我觉得 如果有 有合适的我也不买去 现在 现在 半年了 12号 我尽力吧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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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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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刚才唱歌的几位 那几个还照吗 我不知道 你变羊羊 你变羊羊 反正我被要求都是从头到尾都